几个月前还在说由价跌到负数,市场气氛极差,忽然之间A股传闻牛市,互联网,微信搜索牛市的比率达到新高。 内地有金融业的师兄经常说,经济好的时候要投资白酒股,差的时候就买指数,因为有托市的需求,资金会选择国企,大蓝筹来买。 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,A股进入牛市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受控,经济复原速度较其他国家及地区快,足以支撑股市上升。 不过不者认为,中国同时推行一系列金融改革,包括证金公司7月3日发布转容通业务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施行, 令证金公司可以提供两融资金,注入市场流动性,帮投资者容易获得融资金额,自然能够推升股票的估值,再加上有全银行也可以开展证券业务。 由于内银资产量庞大,只要有部分资金能够进入股市,都已经是天文数字,这些都是实质上可以找到的原因。 今次牛市的推手,似乎来自政府,至少并不反对股市上涨,甚至在政策上推波助瀾。 动机应该是因应中美关系于香港推出港区国安法之后恶化。 外资有机会撤离香港,但是金融机构都是赚钱至上。 只要进入牛市,外资也不会放弃手上的利益,随随便便离开香港,用这个角度去看。 只要中美关系继续不明朗,有型之手也会出来托市。 如果要托市就会应用传统金融智慧,集中买入中资金融股,即是证券,保险,银行。 中资证券股的特性是短时间内炒得急净。 之后会有平台期,并进入漫长的回套,再步入下一个周期,期间证券股会行得快及急,预先见顶,所以是一个好选择。 至于银行,今次有可能调动大规模的资产入市,属于后来者,好处是现在股值便宜,容易吸引资金买入,但是更加的选择是保险。 因为本身持有大量A股和债券,新资金入场之后会推升持股,能够赚到最多的钱。 所以在三者之中属最佳选择,黄金终于升穿每昂斯1800美元水平,最后还是要靠经济预期推高? 主要原因是预计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,有可能推出新一轮刺激措施。 至于近期的新股令人感到眼花缭乱,某些更是大幅跌穿发行价。 其实在挑选之时,应该考虑公司是不是做实业,行业是否符合目前的主流。 例如医药、物业管理及互联网等,又或者好象不者今次挑选的冷门板块。 特别看好电子烟,因为市场缺乏者个特殊概念,参考以往的烟草类股份。 无论市场起跌,上市后的表现市场升长有,甚至可以有一倍升幅。 以目前的市场气氛,上市之后再买也可以。 可以。